嗯 水瓶座真的要非常非常地小心 在这个射手座的信乐呢 塔罗牌说的那个信誓 信誓 信誓是非常非常地明显的 对 有很大很大的意外 为什么呢 乐极生悲 因为你就是比较自信 比较乐观 所以会很容易就是会侵蚀那些危险的意外的 那我们看一看信像怎么解释 首先呢 木性在你的 就是在射手座 那这个是你先天的那个我们叫喜乐功 是我们古典主信才会说的 就是你会就是很快乐 所以就是会比较容易得意万行 对吧 然后呢你五典的那个主信 土信呢 它是入庙 所以啊就是也是自己会比较自信 会比较容易去忘记一些周围的那些环境 然后呢最大的那个问题就是 呃 逆行的那个天丸心 它是你现代的那个主信 它就在你的四宫 那它正在被石宫 入庙 得势的那个火星对分 所以会发生什么事呢 然后他们的那个对分是非常非常的合 就是他们的那个角度是非常非常的像合的 所以呃你还要记得 呃就是因为这一次的那个呃 星月就是日月和嘛 但是他们是没有其他的相位的 反而整个星图里面最大最最大那个最明显的那个相位就是这个火星跟天丸的那个对分 然后因为天丸是你现在的现代的那个主信嘛 所以呢 他就会他就是说 你会很容易很容易有一些 呃很很大的意外 那是跟什么有关的意外呢 首先是跟液体有关的意外 液体液体 liquid 就是水啊油啊什么什么的 尤其是一些很热的水 很热的液体 嗯 液体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很热的那些热的汤啊 比如说热的粥啊 热的那些呃饮料啊 你会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去烫香 嗯 还有就是一些具驾的意外 在你这你自己的那些呃家里面的环境 那我们推而管制 就是说一些你很很熟悉 一些很很熟悉的那些环境 但是就是因为你你太熟悉了 所以你就会倾斥那些意外 对吧 还有就是一些由上而下发生的意外 比如说 就是其实说就是如果是热水的话 它打在你身上 也是由下由上而下对吧 但是呢 呃这个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也可以是讲 就是比如说你在走路啊 你在走楼梯的时候 你往下 呃就是 呃 放倒了 对 也就是往下 呃跌倒 对吧 还有比如说你在界上面光界 呃换界的时候呢 呃上面有一个什么盆栽的话 它是它就会掉下来 所以也要比较小心 对啊 所以尤其尤其是 请注意 在满月之前 就是在满月 那个 exact 那个日期 就是 满月的那一日 还有之前的日子 你要你要你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但是这个reading呢 是是呃 说整个月的 所以你整个月也要小心 尤其是满月或者是以前的日子 你不得了我 但还是她一定有渡人 我们可以压小看 对吧 那我看了